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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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JC畫什麼 我是Jessie 今天要和各位一起分享 鬥與趣的創作過程 首先我們先介紹使用的畫材 那這一次我是以粉彩為主 所以我用的是德爾文的粉彩條和粉彩筆 還有鵝排的粉彩筆 那紙張是使用彩藝的柔性粉彩紙 彩藝粉彩紙分為金剛紗、高金紗、柔性紗和絨毛紗 那這次使用的作品是使用柔性紗 那我們就開始打稿吧 我選用森咖啡色的粉彩筆 直接開始打稿 在打稿前呢 我先觀察一下 照片 那照片人物呢 如果我要將他移到畫紙上呢 那他的關係位置會是在哪裡 那我們看一下這張照片 他沒有天 也沒有地 所以我不需要考慮 天地之間的問題 那我個人喜歡 偏左或偏右 比較不喜歡把人物畫在正中央 所以我這一次呢 稍微畫偏右一點點 再來呢 就是 確立了 人物的臉部的大小位置 大概有多大 我們先把他大小位置確定了之後呢 才開始 畫他的 五官 還有臉部的輪廓 這樣子才不會 可能說 稍微畫得太 太大 或者是 太小啊 所以你要 一定要先把你的 臉部的大小先 確立好了之後 才開始 描繪我們的五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轮廓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会选用同色系的咖啡色调呢 来画出它脸部的阴暗面 那先将脸部的整个阴影啊 暗部呢都先画好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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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粉紅色、橘色、再帶一點點黃色 或者是會加入一些紫色調 讓皮膚整個看起來比較柔嫩 頭髮的部分我是直接畫深色調 我選用深咖啡色跟深藍色來做基底 這樣方便後續在做體諒、畫髮絲的時候 看起來效果會更好 因為皮膚還沒有達到我想要的感覺 所以我再繼續調整 我用土黃色來做調整 讓皮膚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失白 在照片中我家妹妹手上拿的是一個像茶壺造型的小花盆 在這裡我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變化 我想要把它改成手上拿的是一個魚缸 有魚兒在它的周圍游來游去 為了要畫魚兒游動的姿勢 我特地跑到我家附近的寵物店 要去照這個小金魚的照片 可是魚兒總是不會在那裡乖乖地給你拍照 牠會一直游來游去 那就很難拍照 所以我就乾脆用錄影的方式 錄下牠動態的樣子 回來再用停格的方式去抓住牠的游的姿勢 像是牠的、牠的游的… 像是牠的、牠的… 牠的牠的… 牠會的、牠的牠的… 美眉的手上原本拿的是一个小茶壶 那现在要换成拿一个小鱼缸 在手势上是不太一样的 无法凭空想象来完成 所以一样也在宠物店里面 拿着一个鱼缸来实际拍照 因为我要凭空想象是画不太出来的 所以那天就带着我家大姐姐去拍照 我家大姐姐很害羞 不好意思露脸 威胁我一定要贴一个小贴图在她的脸上 在这张作品里面我让鱼饵呈现三种不同的层次 一只是在后面的 一只在鱼缸中 另外一只呢是在前面的鱼 那这样子呢让画面呢 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 在这张作品里面的鱼缸中 为了让前面的这一只鱼呢 看起来更跳出 所以我将后面的背景色压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品完成后再接下来就是签名了 那因为整个画面看起来又半部显得比较重一点 所以呢我将签名呢写在左下角 让整个画面呢看起来比较协调一点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请帮我按一个喜欢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我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给我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